剛剛跟大家報告過在美國那邊 法羅里達州有它第一條的所謂高鐵 可惜在第一天發生高鐵撞車 導致有人死亡 第一天開張不吉利 第二被中國朋友笑到臉都沒有了 第一就是它最高速度只是200公里 在中國來說這不叫高鐵 這只是普通跌路 但它那邊叫高鐵 短短不夠400公里的距離 用了三個半小時 因為只是中間有一段仔 它可以走到200公里每小時 大部份的地方都不可以走到這個速度 所以不是全程200公里每小時 否則400公里兩個小時到 不用走三個半小時 另外就是第一天發生意外 導致死亡 而這輛車也不是電動的 是前面的車是柴油引擎的 這些在中國真的不算高鐵 而且我們最少都要電 它連電動都不是 所以哪個國家先進呢 大家想想